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中文系的杜嘉倫 那我今天来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规划这个金瓜石的这个 地景阅读书写的一个源起 那等一下我们会再由那个 七地田野传习所的李博显设计师 来跟大家介绍 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 金瓜石的一些地景特色 对 为什么当初一听说有这一个 学校有这个出走西弯的计划 我是非常开心的加入的 是因为我长年在 不是长年 就是这几年因为生根计划的关系 所以在我自己的课程里面 教学上面其实有遇到一些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那我觉得刚好这是一个机会 也许他可以帮助我的教学 那我也可以把这个活动反馈到学生的身上 所以我是大力的鼓吹 学生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有几个 好 我想我们虽然是要去矿山 但是可能要先从我这几年在做旗鼓言在地故事的这个部分来说 我在因为我们在中文系这几年执行大一国文计划 大概有五年的时间都在做在地的一个回馈关怀的事情 那我在106年第二学期的国文课做了一个活动 就是在地老行业的测写 那我是带了班上的同学 然后借由在地的一个导览的小姐 然后带我们就是走访哈马星 那我请他们给他导览完之后 给同学们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自由去走踏哈马星 但我规定他们一定要跟在地的一个 至少一个居民进行交流访谈 然后回来把他们所观察的做一个书写 那我这里就是放了大概有两个同学他们的一个书写 那我发现同学们其实都很会观察 他们都会讲就是有非常详细的一个书写 譬如说这个是崇浩 崇浩他就讲到说 他们跟在地的一些老人在一些聊天 然后发现这个聊天的过程里面聊到了 这个地方哈马星其实有一些没落 然后没落的可能是渔业没落或什么 他们其实都有观察到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往年的那种繁荣的景象 然后像陈彤也是 他有一段话讲得很好 说人们生活在这块土地的记忆刻画了历史 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行业崛起又没落 然后他是以观察一个理法厅的一个在地产业 那我发现其实我们中山的学生他们才大意 但是带他们出去之后 他们其实都有非常多的细腻的观察跟反思 那所以从这个作业的一个设计里面 我觉得我也从学生的分享里面看见了 西湾的新旧交替感受到在地人旗的惊喜 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我还有另外一个活动 是画一幅走踏地图来看西湾 那这个也是大概是106之一的一个活动 那时候我们班上同学分了8组 那每个组别画出来的在地地图都不太一样 就是有一组他们是画电影里面出现的高雄 所以他们是走进荧幕中的高雄 然后有一组画的是学校附近的古迹之旅 然后有的这一组很有创意 他们是去找学校附近哪些点有鬼故事 但是他们想要平反那个鬼故事 然后他讲的是鬼迹 譬如说那个淑女墓 他们就会探讨里面其实是反映 女性劳工的一个当时候生活的困境 那其实他虽然是一个鬼故事 但是实际上有一个背后的一个人文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中山的学生真的都非常的有创意 那也有人做的是这种青年文青的青旅行 然后做的是哈马兴的新世界 然后用四个不同的面向来看哈马兴 那这是我们那一年地图里面的第一名 这个第一名为什么会是第一名呢 就是他不仅仅是画出了在地的几个点 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去串联 他用这一只狗狗 他想像说这个狗狗呢 他跟着这个地图到处去走寻 要寻找他过世的妻子的生命回忆 那这样的一个生命故事呢 就感动了很多人 好 所以从这个走踏地图的构思跟设计 我发现西湾的风景有了一个流动的温度 但是我就继续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地景这么的美 然后叙事里面很多很棒的生命故事 但是地景跟叙事之间 到底要怎么去进行一个有机的互动 可以交织出一种更深刻的在地的脉络 这个部分是我作为一个中文系 有时候比较难去达成的 那我觉得同学们都有很好的观察力跟访谈力 可是我们要如何进一步把我们的观察 跟挖掘到的生命故事 做一个有机的组合呢 那刚好就之前邀请了那个大伯 来我们一个课堂上 教我们怎么去进行地方脉络的一个编辑跟编排 那他带给我们一个这个九宫阁的 这个思考方向 原来我那时候才发现 原来我们要从事一个地方 更深入的了解 我不是只有人而已 也不是只有景而已 我们其实是可以从更多的线索进去去探索 房子 店 产业 然后可能有一些历史发生过的事件 可是同学们其实往往比较容易着重的点是吃这件事 所以很多地图画出来都是美食地图 但也不是说美食不好 而是说我们要怎么去更深化美食特点这件事情 那这个请大伯来做的那个工作方 我就有了很更深的一点的感触 我们好像可以找一个场域试试看 做一个更深化的 把这个地方的脉络更清楚更深化的一个工作方 好 所以除了说怎么把地景跟叙事做交织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停的带学生出去做走踏 做访谈 可是我们除了拉出了地景 挖出了一个故事 我们能不能回馈给在地 这是一个很难 我们之前那个地图的绘制 其实后来有把几张地图 就是大量印制放在捷运站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更了解哈马星 但是有没有什么样更有效的方法 可以让这些作业这些活动是可以回馈在地的 刚好就是跟大伯认识了很久 所以我知道他们的七地田野传习所 在金瓜石曾经做过很多很多的一个活动 这个是他们去年带了台大地理系的学生 其实不是只有他是地理系开的课 但是参与的同学是跨很多系的 他等一下可能会再更详细的介绍 我就看到他们就是在做这件事 就是不仅是地景还包含了叙事 然后设计出来的一个提案 那个提案是可以回馈给在地 让在地的居民可以参考 也许是可以作为他们进一步去发展 他们的在地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参考点 这是他们有几个讨论的活动 等一下大伯会进行更详细的一个说明 所以我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反思 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爬出高雄这个井底 我们可以离开西湾去更北更北的金瓜石 去找找看怎么把地景跟叙事 做一个有机的一个编排 然后最后带着这个种子 我们回到南方 可能可以把那个希望在耕种的更好 获得一个很好的果实 好所以这是我的报告 那下面我就请大伯来做 对金瓜石更深入的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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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